有人见过长得像苹果吃起来像梨的水果吗 今天啊带了500块钱来找农户盘鲜果子去摆摊 看白菜啊今天能挣多少 走摘果子去 阿叔已经摘了 阿叔已经摘了好多果子了 看这里有一大桶果子 我们也要来摘果子然后去赶集了 看摘了好多个 好大个 阿叔帮我们摘了好多 6点多就来了 阿叔帮我们摘了好多 好 这个37 好 这也算是了 我们到菜市场了哈 因为早上去山里摘的比较晚 然后现在来的都没什么人了 看一下 苹果枣看一下 美女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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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看一下 苹果枣看一下 5块 相信我 都可以 都好吃 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随便你们挑了都很漂亮 大哥 三斤这么翘 翘翘的 刚好15 一斤四这么翘 翘翘的 6块 今时 超错 哪颗 每一颗都没下次 美女 两斤六这么翘 翘翘的 青皮包裹甜果肉 味若蜜饥 滋身口 每一颗果子呢 都是农民辛苦培育出来的 就像宋代诗人王言笔下写的那样子 人间辛苦是三农 要得一里水竹啊 望连峰 确实农民啊 能够种出这样的果子 很不容易 也很辛苦哈 呀 妹妹 送你一个 没事没事 拿去吃 三斤这么翘 翘翘的 再送你一个 再送你一个 没事 看15 都很漂亮 很漂亮 肯定漂亮 2斤半这么翘 翘翘的 12块 5毛12块 5毛不要 要怎样白菜 好吃好吃 5块 5块 要不要 漂亮的呢 漂亮啊 真的漂亮漂亮 你在菜市场是买不到这个果的 因为这个果都卖到外地去了 帅哥这样子 3斤4这么翘 翘翘的 再送你两个 没事 这是送的 另外额外送的 涨的算有的送 我们今天虽然比较晚来哈 但是卖的也差不多了哈 其实白菜摊胃旺呢 我总结了以下有几点哈 就是好的品质呢 它一定是基础 热情好客呢 是一张名片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做人呢 要像这一把秤一样 要会翘翘的哈 美女这样子 2斤8这么翘 翘翘的 2斤9块 然后8两的话是 48 32 3块 刚好11块 今天呢 到现在一共卖了 312块钱 然后白菜成本是267块 然后你们帮我算一下 我今天一共挣了多少哈 我们现在收摊回家 走了 大家跟着回家吃妈妈做的饭吧